首先来说一下漂亮姐姐孙艺珍 继前不久的机车照之后 日前她又在个人社交网站上传了新照片 向大家公开了自己的近况 在7月22日下午 孙艺珍在自己的IG发文 真是一整天都在下雨流汗 不过为什么大家都转到后面去了呢 随后她还上穿了一段影片 在影片中她穿着白色希腊女神般的上衣 长发披肩女神饭十足 但是能明显感受到 因为炎热的天气 她已经热到汗流加倍 即使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工作 她依旧不受影响 在镜头中展露了笑容 还深耳调皮地靠近镜头 整理自己的长发 非常的可爱 虽然这段视频只有短短的几秒钟 但是网友们还是可以感受到 她近看也是零缺点的美貌 以及青春感 在网络上也是引发了不小的热议 据悉在爱的颇奖完结之后 孙亦珍一直都在繁忙地 接拍各种广告 同时也在考虑下一部新作 而且她已经确定好进军好莱坞 与阿凡达男主 Sam·沃辛顿合作电影Cross 期待她之后在好莱坞的表现 与孙亦珍一样 Wonder Girls 安照希 近期也是频繁更新自己的动态 她日前在IG上 PO出两张穿着十年前衣服的自拍照 不过时的服装以及美貌引发了关注 在上传照片的同时 安照希有发文称 大家开始美好的一周吧 看得出来她的心情很好 在上传的自拍照中 她长发披肩 气色非常好 肤色健康白皙 眼睛明亮有神 看起来很清纯 而在自拍照上传不久 就有粉丝发现 她照片中所穿的牛仔上衣很眼熟 于是就网友扒出 是她在十年前还在Wonder Girls时期 穿过的一件衣服 即使是旧衣服 但是穿在安照希身上 一点也不过时 而且十年过去了 安照希看起来几乎没有变 还是那么美丽可爱 据悉近段时间 安照希一直忙于新剧 眉醒他们存在过的拍摄工作 该剧以失踪人口与亡灵为题材 将于八月份在OCN电视台播出 而她在剧中扮演女一号 期待她的新剧中的演技变身 上面提到的两位女星 都是通过社交网站公开近况 而文采源则是因为新剧《饿之花》 即将在TVN电视台播出 而日前出席发布会的她 因为被发现银儿肥不见了 变得更漂亮了 也在行网上被很多网友讨论 熟悉文采源的小伙伴都知道 自出道以来她的脸上就肉肉的 特别是代表性的银儿肥 几乎成为了她身上的标签 但日前在出席发布会的时候 网友发现她看起来瘦了很多 变成了V字脸 连银儿肥都没有了 更加的女神饭了 对此文采源也有亲自己的事称 是因为拍摄新剧太辛苦 所以比几个月前瘦了不少 看起来脸小了很多 而且她还透露 本来在拍戏时 就已经提醒自己不能太胖了 所以每次都把片长的夜宵 蜡炒年糕和米长等留到第二天早上才吃 但后来发现还是胖了一些 所以后来干脆连蜡炒年糕和米长都不吃了 这也是为什么受了很多的原因 据悉文采源对于新剧《鹅之花》非常看重 该剧是探与李准基第二次合作 扮演一对夫妻 讲述了隐藏残忍过往 换了身份的男人和追踪男人救世的妻子之间的故事 两人将在剧中相爱相杀 之前公布的预告片就已经很吸引人 相信播出后会获得不错的成绩 接下来我们来说 44岁嫌溯源后悔结婚 指责19岁老公太不懂事 夫妻矛盾爆发 在妻子的味道这一档综艺节目之中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家庭如何相处的完美模式 但随着节目开始越拨越长 大家也看到了嫌溯源与小老公陈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 甚至在最新的一期节目之中 44岁嫌溯源首次对婚姻产生了怀疑 形容自己有一些后悔结婚了 原因就是太累 而这背后嫌溯源也说出小老公太小 才19岁的她太不成熟懂事了 夫妻矛盾再一次大爆发 44岁嫌溯源是高龄产妇 在度过了这一关之后 就在节目中成了一个非常努力工作 而且对家庭照顾的相当好的合格女人 这一点在节目之中可以看出来 但面对着婆婆和小老公的不懂事 嫌溯源真的很心累 在新节目之中嫌溯源本来是有工作安排的 而且还要照顾孩子 所以自己的生活已经非常的累了 但看到小老公成华这一边 嫌溯源给她安排的工作 照顾孩子和其他家庭事情 她都懒得动甚至不想做 嫌溯源每天要早起照顾孩子 还要工作 可小老公给她的生活帮助太少了 甚至还时不时地给嫌溯源甩脸色 在节目之中大家明显感觉到了 嫌溯源的努力和老公成华 不知道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婚姻琐事 结果夫妻矛盾升级 本来嫌溯源又要照顾家庭生活 又要照顾公婆的情绪 还要照顾着小老公 够累的她也就开始质疑当初结婚的事情 她在节目之中透露自己很后悔结婚 找不到结婚的真正幸福是什么 换一句话来讲 当夫妻感情落实到生活的琐事之后 那些所谓的母子恋爱情 惩罚的真爱宣言都已经成了影子 一些美好的回忆而已 面对着母子恋的现实生活 嫌溯源心累了 可能结婚之后的每一个女人 都能感受到嫌溯源的泪 所以有这一种对婚姻的质疑也是应该的 尤其是当自己的老公太年轻 就像是带着另一个大孩子一样 可想而知嫌溯源的内心是有多累了 家庭夫妻相处是一门学问 但当这一门学问只是一味的单方面的付出 那嫌溯源与陈华之间的矛盾永远得不到解决 44岁嫌溯源后悔结婚 指责19岁老公太不懂事 夫妻矛盾爆发 希望陈华能早日理解婚姻的真谛 希望她好好的疼爱这一个不容易的老婆 嫌溯源录节目突感身体不适 体寒还想生二胎 为这个家她付出很多 自从嫌溯源带着家人 一同出演了《妻子的味道》节目以后 网上有关她的恶评就不曾中断过 虽然她的很多言行的确让人有些反感 但是看多了节目以后 才发觉其实她也只是为了自己以及她的家人 在最新一期《妻子的味道》中 节目组就放出了嫌溯源在录制节目时 突发身体不适的情形 这一幕看着让很多观众感到揪心 大家不免对嫌溯源又多了一次同情 这一期嫌溯源CUT主要讲述的是 嫌溯源为了庆祝婆婆手术成功 而带着她和陈华出去玩的故事 本来应该是一期很欢快的节目 但因为嫌溯源的马虎 导致他们三个人足足九个小时没有吃东西 因此大家也都很郁闷 后来没有办法 嫌溯源只好带着陈华和婆婆 到市场吃米长汤饭 因为太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 再加上当天温度高达33度 所以嫌溯源吃起来比较急 而在这之前她又喝了很多凉水 所以当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嫌溯源突然就感到自己的胃很疼 本来嫌溯源还想忍一下的 可这病来得实在是太急了 她真是坚持不住了 一旁的陈华和婆婆看到嫌溯源满头大汗的样子 也是吓了一跳 赶忙让饭店老板拨打了急救中心的电话 而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赶忙上前询问情况 录制也因此而被中断了 当急救车来的时候 嫌溯源已经不敢动弹了 她只能坐着被人抬上了急救车 幸运的是嫌溯源并没有什么大碍 后来嫌溯源自己在节目上解释说 她本来就体寒 所以即使天气热的夏天 她也总是穿着长袖衣服和长裤 那天天气实在太热 她就喝了许多冰水 再加上吃饭吃得太急了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危险状况 看到嫌溯源现在的身体状况 还是挺替她担心的 毕竟她一直都在为生二胎做准备 像当初惠珍出生的时候 嫌溯源只休息了一个月就复出了 因为要保持身材 所以在月子里她就开始做运动 再加上45岁的年纪 嫌溯源想要二胎真是很难 其实细想一下嫌溯源也挺让人心疼的 出道那么多年一直没有什么名气 好不容易通过妻子的味道火了一把 她是真的很想抓住这个机会 不光是为了自己 就算是为了女儿为了陈华 为了这个家嫌溯源都不能休息 有的人说嫌溯源太抠门 但看看她小时候的生活 再看看现在陈华大手大脚的样子 嫌溯源不抠门点这日子还怎么过 陈华连钱包掉水里都懒得捡 也真是让人感到很无语 有的人说嫌溯源脾气不好 这点倒是真的 遇到事情她总会大呼小叫的 这与她是家中老妖有关系 从小家人就惯着她 她的脾气是真需要改改了 还有人说嫌溯源利用婆婆赚钱 博眼球 其实这事也没什么好说的 老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看看嫌溯源和婆婆相处多么融洽 再说了人家都是一家人了 婆婆出出丑 搞搞怪 为给儿子和儿媳妇赚点钱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所以说无论什么人什么事情 大家都要从不同角度来分析 如果只是看节目内容 嫌溯源就是一个小气的贪财鬼 可如果从她的家庭角度来看 她其实一直都很努力 工作的也很辛苦 最后一句话 无论怎么努力工作 怎么赚钱 都不要忽略了和家人之间的感情 尤其是和孩子之间的 孩子小时候如果错过了 这一辈子也就错过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